卡车司机在蹲坑的时候被人偷袭 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剩下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休息室内六名案件的当事人正在大厅避雨 而杀人凶手就在他们之中 首先接受问话的是名公务员 警察在他的轿车大灯上发现了一处原形破损 金钟罩以此为突破口 希望能调取对方的行车记录仪 没想到公务员当场拒绝 他说自己的记录仪被大雨叫坏了 刚才判断此人明显在撒谎 第二位接受调查的是个足球教练 此人的眼镜有损坏的痕迹 男人解释说是被足球踢坏的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 因此技术变差了 可金钟罩发现 所有人里此人穿的最少 最近天气很冷 一个自认为年纪大了的人不应该不懂保养 第三位是个棒球运动员 也是第一个发现师体并报警的人 此人在韩国非常有名 不但醉酒驾车 还有过暴打粉丝的黑历史 脾气特别暴躁 因此杀人也不是不可能 刚才发现 此人的双脚沾满血迹 作为棒球手 想要打爆别人的脑袋 十分轻松 因此男孩的嫌疑最大 至于第四位 上来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还详细描绘了杀人细节 可紧接着他不知一笑 失口否认 原来他是个演员 刚才只是在让自己带入剧情 五号是个暴躁的拖车司机 他不但认识死者 还是个有前科的罪犯 第六位是休息站的店老板 他亲眼目睹每一位成员 走进自己的店铺 而他自己一直待在吧台 完全没有离开 说到此处 男人的眼神明显开始闪躲 行情检查了所有人的车辆 运动员的棒球棍上并没有血迹 拖车司机的锤子也一切正常 正当两人犯难的时候 刚才在厮制的头骨里 发现了混凝土碎块 金钟罩也察觉 地面的血迹 一直延伸到了隔壁的男厕所 他打开马桶 发现便池里的水已经变成了红色 上面的冲水水箱里 刚好藏着一块破损的砖头 看来卡车司机就是被这个东西夹死的 男人立马将店老板找了过来 老板说砖头是他用来修马桶的 而他完全没理由杀死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可很快他便被打了脸 刚才在老邓的吧台里 找到了一个牌子 上面分明写着卡车司机禁止入内 原来这个司机经常来接厕所 但却一次饮料都没买过 老邓因此怀恨在心 难道这就是他杀死司机的理由吗 正当几人争问的时候 五号嫌疑人竟然跑了 金钟罩掏出手枪 一张手到了车子的轮胎 正所谓抢导众人推 其他嫌疑人立马开始污蔑五号 说亲眼看到他和被害人一起进了厕所 五号连忙否认 他说自己有前科 因此最容易被怀疑 所以才一时冲动想要逃跑 关键时刻 女教授小慧走了进来 他说就在刚刚 杀人凶手已经被捕了 在场的人都不是凶手 大家总算送了口气 现场的气氛也缓和了不少 可紧接着 他便悄悄告诉警察 他刚才是瞎说的 目的是让凶手放松警惕 露出马脚 真凶就在这六个人当中 所以谁是凶手 你猜到了吗